哈囉大家好我是主炭那今天影片內容就是要來跟大家討論一下就是所謂的英雄擺放的順序以及重裝機兵 擺放的位置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就是大部分的人可能都就是在擺放英雄以及重裝機兵的時候都沒有去很在意這些 算是 小訣竅啦就是這個東西其實都還是有一點點就是 還是有一點影響的因素在裡面那我們今天這部影片就是會來討論一下 那首先我們先來討論就是所謂的英雄的擺放順序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在某一次改版其實官方已經把就是所謂英雄的技能的發動順序 就是 由你擺放的位置就是由左至右這樣來那個 就是所謂的出招順序啦就是由左至右這樣那比如像我現在這樣子配對嘛就會變成說就是邦尼然後之後是 就是滑板男最後才是正式就是依照這個順序去發動技能 那 像如果這個 就是如果是以這個順序的話那會有什麼樣子的影響 那 我先來講一下就是說 像我這個配對就是屬於比較技能爆發 輸出的一種流派嘛 所以我們這個流派最害怕遇到的就是 那個 除了陸軍以外啦 再來另外一個害怕遇到的就是 有中甲的海軍 就是我們都知道就是海軍目前其實 蠻多隻英雄他們其實都有自帶所謂的 中甲這個特性 那中甲這個特性算是一種 技能減傷的護盾然後可以就是 一定程度上的減免掉那個技能傷害啦 那所以像我這種流派 基本上 打輸出的都是馬克希莫嘛 那如果 今天我對上就是中甲的海軍這種 配對的話就會導致說就是我的馬克希莫 他的 輸出很有可能都打在中甲上面就是導致他的傷害沒辦法打出來 那如果 如果我想要避免這個狀況要怎麼辦 因為我們也都知道中甲這個特性就是 每觸發一次減傷嘛他就會少掉一層 所以 我們能做的就是把 馬克希莫跟真4調換一下位置 那 這個調換位置的 用途是什麼就是 要讓真4 盡可能的 就是 假設運氣好的話就是可以發動多次一人技能然後去把人家的 中甲這個特性給打掉 因為畢竟真4他本身是發射三枚飛彈嘛 所以他其實 有蠻大的機率可以把人家的 中甲的 這個特性全部都 打掉啊就算沒辦法全部打掉也能打掉 大部分的 所以讓我們的馬克希莫在發動技能的時候打在人家身上可以非常非常痛的 所以 基本上 就是你還是需要去考究一下你的英雄擺放的位置 就是多多少少還是有一點影響但是其實有時候這個也是會牽涉到 英雄發動技能的機率 就是他發動技能機率所以這個東西 也不一定是絕對啦 也不一定是絕對但是 多多少少還是有一點幫助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聊一下第二個例子 就是我們第二個例子是我們的海軍 然後海軍的話他有一個流派就是所謂的異常狀態流 那這個流派的話就是主要都是依靠我們暴風赤虹的部分再去打輸出 那暴風赤虹這隻角色有一個特性就是說 當對面 身上的異常狀態越多的時候他能打的輸出就會比較高一點點就是他會有一點點提升嘛 那像這個情況的話你看像我這樣的擺法就 我斯特老師他擺哪裡倒是沒有差因為他是開場就會賦予 那種沉默狀態那像公爵的位置的話 這樣擺放就有一點奇怪囉 因為當我暴風赤虹打出輸出的時候就是 有機會是會少掉 公爵的那個攻擊力下降 現在叫虛弱啦 就是少一個虛弱的 就是增傷可以套用在敵人身上就是這個負面狀態 那 我想要改善這個狀況的話要怎麼辦就是一樣嘛就是把我們公爵 往前提一個位置然後讓我們的那個暴風赤虹維持在最後一個 因為他在最後一個位置的時候比較有機會 同樣能夠吃到就是 虛弱這個負面狀態的增傷因為畢竟公爵已經先發動技能了嘛 所以他會套用一個虛弱狀態在敵人身上 所以 你 當你自己在 做 角色配對的時候你就是要 第一個你要先考慮到你的流派是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你要怎麼樣把你的輸出給最大化 再來的話你可能有時候也要去考量到對面的陣容有可能是什麼 像是中甲的話就需要 你是像我剛剛那個空軍的那個流派就需要去考慮一下你的英雄的白髮但是如果 你不太會遇到那些 陣容的話其實你的英雄白髮其實沒有那麼的 影響沒有那麼大啦但是還是多多少少會有一點影響 這樣 那我們聊完了英雄的擺放順序的影響之後 接下來我們再來提到就是重裝機兵 擺放位置的影響那 重裝機兵的部分的話擺放位置之所以會有影響是因為我們都知道每一隻重裝機兵他的 技能其實都有點不太一樣所以 每一隻重裝機兵他其實 擺放的位置其實都有稍微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 舉例那首先我們第一個聊到就是我們第一隻重裝機兵 就是我們的陣地者的部分 那陣地者這隻重裝機兵 他為什麼 就是他擺放為什麼會比較特殊一點的原因是因為他的技能裡面有一個全量力場的部分 然後他那個全量力場的話就是會讓他的減傷的那個護盾 讓兩側的單位同時擁有那個減傷護盾 所以如果你想要讓他的 這是重裝機兵的效益最大化的話 基本上就是重裝機兵他能擺放的位置就是中間這一列 你能自己去看一下就是他們的 就是他獲得那個全量力場之後然後是不是就會有一個減傷護盾 所以 這一點是需要蠻需要去注意的所以有時候我看到人家的那個 陣地者擺在那個最左或最右的時候我都會有點 有點覺得哇 怎麼會把這隻 機兵擺放在這個位置 就會覺得有點可惜 然後再來的話再來的話 下一個需要去提到的話是我們的那個海軍的那隻 破浪者這隻重裝機兵 那破浪者這隻重裝機兵的話有一個特點是說他會有一個尾流的效果 他這個尾流的效果會讓他的同一列的後面的 所有的士兵都會獲得一個尾流的效果 那這個尾流效果有減免傷害以及 就是 增傷的這個效果 所以 你想要 一樣啦就是你想要最大化他那個尾流的效益的話 破浪者這隻機兵他一樣就只能擺在最前面那一排 他只能擺在最前面這三個位置才能讓他那個尾流的 效果最大化 那不然你把他擺在就是第二排或甚至是最後一排的話 他那個尾流的效果幾乎就是浪費掉了 幾乎就是浪費掉 那 最後的這兩隻的話就是我們的新的這隻機兵以及我們的那個 赤色疾風這兩隻其實就沒有太硬性的規定啦 那我們可以 先來聊一下我們那個厄運的這隻 比較新的機兵啦那這隻機兵的話他 有一個可以聊的特點就是說他在防守的時候會給 同一排 同一排的士兵單位同樣都會獲得就是80%的生命嘛 所以 就看你要怎麼去 看你當時的英雄配對是什麼 你想要讓哪一排的生命力比較高一點 那你就是可以把他擺放在那一排的位置 又或者說啦如果假設我今天 我的配對是長這樣嘛 然後我想要讓馬克西末那一排的 就是那一排的士兵可以活得比較久那我就是可以這樣擺嘛 我就是可以把我的那個 把我的厄運者就是這一台新的機兵就是擺在中間的位置讓馬克西末那一排 的生存率可以再增加一點這樣 這個也算是一個小訣竅就是看你要讓哪一排的士兵可以 存活比較久這樣啊 然後 最後最後我們再來聊到我們的 赤色疾風這一隻 基本上他其實擺放位置沒有硬性規定啦 就是你想擺哪裡就擺哪裡 有一點還是需要去提一下就是這隻重裝機兵他其實 生命力會比較生存能力會比較低一點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他的 有一個技能會讓他的生命力只剩下90%啦 但相對應的就是他的傷害會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 以這個技能下去做基礎的話其實我不太建議把 這隻 雞兵放在就是前一排啦 因為你把他放在前排的話他其實還蠻容易吃到大量的傷害就變成說他的生存率 不高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用這隻雞兵的話你當然會希望他可以活比較久一點的時間嘛所以 我會比較建議把他往後面擺啦 往後面兩排去擺 然後看你要擺在哪裡但是我自己是 還是比較推薦把他擺在就是 能吃到就是 陣型的地方啦 那當然 能吃到陣型的 我推薦的也只有狂殺陣 那我們 來補充的就是那個毒蝎陣的部分那 毒蝎陣的部分有什麼東西需要去補充的呢就是說 毒蝎陣這個陣型他在 練到一定的等級的時候他會有多一個技能就是反擊的號角 那這個反擊號就是在受到攻擊的時候有機率發動反擊 重裝基兵是沒有辦法觸發反擊的 所以就是今天如果你是用毒蝎陣的話你需要 去想的就是說 有沒有需要為了這個反擊的這個效果 而讓就是我們重裝基兵吃不到就是陣型的buff 你如果今天想要讓你的全部的那個 毒蝎陣的陣型都能夠觸發反擊的話那 那重裝基兵的部分肯定是不能擺在就是陣型上面的 但是就是重裝基兵就會 變成說就吃不到那些陣型的buff 所以這個是需要去探討的就是說有沒有必要這樣擺 或者是因為有些基兵啦就像我剛剛提到的那些基兵就比如說我們陣地者嘛 那如果我們陣地者不擺放在中間那個位置 就是不擺放中間那一列的話是不是會 就是效益就會沒有那麼高所以 今天搭配的陣型以及搭配的基兵那甚至是你的英雄配對都會影響到 蠻多東西啦就是 這些東西其實影響就是 蠻多啦就是你要自己去考慮說 像如果我自己是用陣地者我就可能 還是會選擇說 不觸發那個反擊的效果是沒有關係的 就是少一個而已嘛反正還有其他四個因為畢竟 那個減傷護盾可能對我來說會比較需要嘛就假設說如果我今天我的配對是馬克希莫的話 因為我這個配對 最主要就是要讓我的馬克希莫能夠去發動技能 所以那個 毒蠍陣的那個反擊反而沒有那麼重要就是對我來講的話 所以今天 英雄的順序然後 陣型以及重裝機兵的擺放位置都是 你們各位要自己去思考的就是你們其實要自己去了解重裝機兵的技能以及 英雄的技能是什麼還有他們互相的搭配性 這也算是一個 小訣竅啦就是 沒有辦法到說大幅度的 應該說面對同樣實力的玩家的話 面對同樣實力的玩家就是多多少少可以增加你的勝率啦但是 遇到那種 太懸殊的玩家 就是 這一些其實都沒有什麼影響啦就是 人家直接靠那個他們的面板就可以把你車過去了但是 你還是會遇到就是實力跟你相近的玩家啦所以 在遇到實力跟你相近的玩家的時候就是這個東西其實是蠻需要去做一些研究的啦 蠻需要去做一些研究的 那最後的最後我再來補充一下就是所謂的晶片的部分 那今天的部分特別需要提到就是我們霍普龍這個晶片 那這個晶片的話你有看到嗎 就是他的效果就是 那個重裝機兵基礎生命會提到15% 那如果在 前排的話還會再額外提升10%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今天你是用霍普龍這個晶片的話就是 盡量把你的機兵就是往前擺啦就是能擺在最前面就擺在最前排 那 其實這10%其實 可能影響也沒有到時候很大啦因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他只有給就是重裝機兵有提升啦如果他今天是一整排都有提升的話我就會覺得 就是你用霍普龍這個晶片是肯定要擺在最前排啦但是他今天其實只有給機兵的話 掃納10%我覺得還可以啦還可以基本上還是看你的陣容是怎麼樣搭配這樣 那以上就是我這部影片全部的內容那如果你覺得對你有所幫助的話也歡迎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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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